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频道 今天是2024年4月14日,第1204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行动要快,不要问,只要信 在这一集正式开始之前在这里呼吁一下 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给个like 或者是将我的频道和大家分享一下 和订阅一下,那就最好了 昨天拍了一条片讲美股 我答应过大家 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条 这一条片虽然没有预期那么好 但是已经有很多的改善了 因为现在已经有三千七百个人看过 和平时以前整个星期只有二千多人看过 这一集算是很好的 我希望可以继续下去 因为美股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难去投资的 先了解公司的话,对大家始终是有好处的 好了,其实我们昨天讲开最主要的两个公司 一个就是Tesla,一个就是苹果 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话说呢,当时的Eon Musk搞这个Tesla 都搞得很疲惫 就是说呢,其实资金差不多断裂 所以他就左想右想,想无可想之下 最终就决定去求这个Apple的添叔 那我打算和添叔谈谈一下 可不可以他出手就买入了这个Tesla 那如果买入了的话呢,当时 这个Eon Musk都说很便宜的价钱 大概是当时的十分一的价钱就可以卖给他了 那当时的十分一就是多少钱呢? 现在整家公司市值成五千多亿哦 但是呢,当时的价钱的确呢 整家公司市值大概三百多亿左右 美元啊 那如果是以十分一的话呢 我相信呢,这个Eon Musk那时候应该在问 大概你说给三四十亿给他 或者甚至五十亿美元的话呢 他都肯拱手商用这个Tesla是给苹果的 那不就不用苹果那么辛苦了,是不是呢? 投资了过八亿下去,接着又搞不定这个Apple卡 那当时这个新闻呢,就应该是Eon Musk呢 在这个Twitter那里呢,就是说出来的 那时的时间呢,就是2020年的12月22日 好了,那我们现在有些什么想看呢?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Tesla的股价 那个走势图的 那其实呢,他当时很不行的情况呢 就应该是绿色这个圈圈的地方 当时他的股价大概是百多元一股 那但是呢,他跟他谈的时候呢 应该是在财务上呢,是出现了一些困难了 需要有外援的帮手 但是又找不到哦,最后找苹果 可惜啊,苹果走保 如果不是,哇,这两家公司合并的话呢 现在苹果就得米咯 所以有时呢,这些事情就真的很难说的 一个CEO呢,在一方面呢 在另一方面呢 又未必可以固存到大局的 那么呢,你在这一幅图里面 你在这一幅图里面呢 你看到有两个S的 那这两个S呢,就是这个Tesla呢 是将股份拆小的 第一个S呢,就是在2020年那段时间呢 就是一刹做小五股的 那另外呢,去到这个202年的中期呢 亦都再是一股拆开做三股小股的 所以呢,现在才可以令到 股价升到那么厉害,还有市值那么大 但是如果倒数回去的时候呢 其实当时来看的话呢 大概呢,应该的市值 应该是大概300亿元左右而已 那300亿元美元的话就不算多了 何况还要占卖了 是不是?那最后都是谈不成了 那,不过Tesla呢,又不是那么惨的 4月3日,就是最近啦 4月3日呢,Tesla呢 再度在季度的销售量那方面呢 是比比亚迪呢,是多些的 因为比亚迪呢,去年第四季呢 是第一次超越了这个Tesla的 好了,在4月2日呢 公布这个 买卖电动车的数据的时候呢 那么比亚迪和Tesla呢 就讲出了第一季度 那个交付的数量啦 不过比亚迪听说呢,那个 数值呢,就好像是估值出来的 就不是真实的 好了,那么第一季度呢 Tesla终于呢,就可以运出 就是大概交付了 386,810架汽车 那么比亚迪呢,就只是交付了 仅仅超过30万部而已 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呢 Tesla呢,还是No.1 但是你记住哦,这个No.1 如果以3万9千美元一架来计的话 那,我是用大约的数而已 但是他的生意额呢 就是105亿左右咯 但是你要记住哦 他的那个毛利率呢,已经没有那么高了哦 所以如果他第一季度呢,有钱赚的话 可能我估计啊 大概是10亿元左右啦 甚至可能连10亿元都没有的 但是都不要紧了 总之有钱赚呢,就比没有钱赚的 不过呢,如果他赚得少的话呢 这个股价可能呢,又会再被人贬低一点的哦 那这个也是没办法的啦 那 还有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中东那边呢,哎呀,紧张啦 因为呢,真的开拖了 美国昨天还在公布着 哎呀,小心些伊朗哦 他现在已经在集结着 什么无人机啊,导弹啊 想着襲击了,哎呀,终于都开了火了 所以现在的中东呢 就是战云密布的了 而且呢,拜登呢,已经是回到白宫那里呢 召开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就和国务卿啊,国防部长呢 就一起讨论一下局势呢 应该怎样去收拾啦 所以,我们香港的股市 星期一回来呢,大家都不要看得那么好了 美股那边呢,都是不要看得那么好 因为呢,现在有麻烦了嘛 大家呢,今天都看到我的封面的啦 是不是?散货最紧要快 不要问,只要信 那现在呢,这个,呃,长实集团呢 他那个楼盘在这个,呃,王竹坑那里 终于呢,都买得挺好的 那听说呢,现在的销售颜呢 已经超过了一百亿啦 那拿多一百亿回来呢 放在自己的银包里面呢,一定是爽很多啦 那由长实和港铁合作的这个王竹坑第三期呢 那推出来呢,就有一百八十四伙啦 那,截至到去昨天的四月十三日的大概五点钟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就暂时卖出了一百二十五伙 那相信之后会更加多啦 那那天来算的话呢,就全日一百八十四伙里面呢 就大概呢,就卖出了六十八个百仙 那那成绩就其实不是那么好的啦 因为呢,又说到,呃,超额多少倍,多少倍 那其实呢,都是卖到这样的成绩 不过今天呢,就看完可以不可以啦 如果今天可以的话呢,我相信他会继续呢 是推出来的 呃,现在来看的话呢,市场上的消息就是 一共呢,就售出了总共啊 加上这么多次呢,就售出了五百四十伙啦 那,呃,呃,现在套现了一百亿回来 绝对是一件好事来的 好啦,那当然不是只是他的 其他的发展商呢,都要动手的 譬如在将军澳的日出康城 这一个叫做Pack Seasons 就是这个汇德峰的地产啦 和这个港铁合作,啊,最好就是港铁的啦 坐在这儿真的等钱收的 好啦,那他呢,也是拿了一百三十八个单位出来啦 那接受,呃,接受了的一个价钱呢 就是大概每尺来算啦 一万四至一万五元,我之前都说了的啦 所以呢,他定的价钱呢,都非常之黑制的啦 那么,现在我听说呢,有成一千五百张的,呃,营购的表格 啊,就是类似是拿票啦,收票 那么,超额十倍,那么十倍就不算多的 但是他就说,哎呀,反应非常之热烈啦 可以呢,尽快,不是现在推出啦 下个星期呢,就会推出来了啦 不过呢,呃,现在中东那边的情况这样 香港的环境又不是那么好的话 等到一个星期呢,就一个星期危险 不过都没办法啦 那,跟他同系的 有一个叫做Season Place呢 听说呢,已经是卖出了大概八十七个percent的啦 那么,那个楼盘呢,就已经套现了三十六亿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尽快推出 就越快就当然越好啦 梅德峰虽然不是一间上市公司啦 但是呢,他是很大间的 因为呢,今天我是有空呢,会播两集的 两集呢,都讲得应该会挺精彩的 就是希望大家呢,帮衬看一看 那,这个呢,就是第一集啦 所以呢,现在的发展商呢,不要理那么多啦 一于好像这个陈启宗所说 现在的情况 一定是要保本保命啊 而且呢,陈启宗也都说了啦 地产商呢,以后难以再 好像以前那样呢,真的买一间赚一间 这么好赚的啦 没有这首歌仔唱的啦 所以,现在呢,我不可以说他输小当赢 不过,起码呢,尽快拿回那些钱 这个就肯定是最重要的 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这个2024年的新盘呢 到底会有多少的单位呢? 是拿出来供应呢? 不要算上年卖剩的那些呢 再推翻出来啦 就是说今年的新盘呢 哇,说出来已经吓死你了 所以我今天要分两集这样说啦 第一集呢,我们首先 因为有五个地区的 我们先讲到第一个地区先 这个第一个地区呢 就是有十个的铁路盘 这十个铁路盘呢 已经涉及9,429个单位的啦 根据统计数字来说呢 在2024年呢,新盘的潜在供应量呢 是高达41,000个单位 哇,你想想,现在他们又说超压 二十倍,三十倍 跟着呢,卖出来的单位 都是八几个的话呢 已经是出尽喝奶之力了 那你想想,现在有四万多个单位 哦,新的哦 那拿出来的话,你说怕不怕? 当然是怕啦 那地铁的盘呢,继续都是受市场关注啦 因为今年呢,将会有十个的铁路盘呢 是登场的 一个呢,九千多伙啦 那占总数啊,占整年的总数呢 22% 所以我说港铁呢,是一个大业主啊 一定都没有说错的啦 那始终呢,这些铁路盘呢 本身交通方便啦 所谓部分的基建设施又有什么商场啊 生活配套啊 所以呢,理论上呢,销售应该会比较理想一点的 那今年推出来的铁路盘呢 分布于港九新界都有的 那作为过去那几年的供应的供应库啦 就是这个日出康城啦 那已经买到七七八八的啦 是不是? 所以呢,现在有一个站 叫做何文田站 这个呢,最新推出的一期啦 那附近呢,就供应量呢 都有成差不多接近一千伙的哦 那已经是陆陆续续呢,应该可以搞定了 另外,现在在推售的呢 就是这个王竹坑 那王竹坑呢,这个李泽巨啦 第三期呢 一个炸弹炸下去呢,死了啦 是不是? 因为其他那几期呢,都不知道怎么卖啊 我想呢,真的要跪在这儿呢 求一下李泽巨不要再搞这些事情啦 不要再减价,减到这么过分啦 要不然的话呢 就大家抱着一起死啦 不过李泽巨,我相信呢 他觉得没什么所谓 因为呢,他肯定不会第一个死先啦 那我们说回何文田站那里啊 哇,何文田站呢 原来呢,都挺大事的哦 那其中有一期呢,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些 就是比这个叫做高银啊 金融啊 和这个他的主席呢,叫做潘苏通呢 就投了,不过现在呢 已经成为这个银主盘了 因为呢,他根本还不到嘛 那这个银主盘拿了之后 银行拿着这个盘子 应该怎么卖呢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 如果银行想着 哎呀,算了 亏都要卖掉它了,要便宜的卖的话呢 哇,那这个盘子一放下来呢 那旁边的就不用了了 因为旁边的何文田站第二期呢 就是谁去买入的呢 厉害了,这个就是华贸 华贸买入了之后呢 这个价钱呢,应该都相当之高的了 听说每平方尺的地价呢 是11700元啦 那要和这个地铁分成的 问题就是 如果旁边这个第一期卖得便宜的话 那第二期怎么卖得贵呢 不过不要紧 华贸实力呢 相信是长实之后呢 应该是最强的那个 因为他那些楼盘呢 可以放了几十年呢 不卖出去的话呢 都不会令到他有财务困难的 因为他钱进来呢 永远都多个钱出去的 所以这一期呢 应该对他来说呢 应该不用担心 就算是虚钱的话呢 他就放在这里养蟑螂 我觉得他都没什么所谓的 那这个呢 就是何文田站的第一个情况啦 我就进入去这个 这个长实的网站里面呢 就看过他现在到底有什么楼盘卖啦 那现在呢 他那个网站里面呢 就登出来呢 就有六个楼盘啦 那么其中三个呢 就应该是比较贵价货啦 包括了现在的黄竹坑啦 还有这个沙田的九肚山啦 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时候 撻订啦 拿到人家20亿 接着呢 就拿回来的 波鲁道这个呢 是超级豪宅盘来的 那现在呢 那么多豪宅盘呢 出货都很难的嘛 好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要讲一讲这个波鲁道给大家听一下啦 那波鲁道呢 相信大家都可能呢 对他的印象呢 都已经没有那么深刻的啦 但是我提醒大家 其实这个盘呢 是早在十几年之下 2011年呢 是投得的 当时呢 都已经给成 一百一十六亿五千万呢 投得的 已经是全香港呢 排名第二呢 是八亿的地王来的 当时呢 每平方斜呢 要卖到两万六千七百多元的 那所以你想想 放了十几年啊 是不是 那么后来呢 就前一两年就拿出来卖了 最后又卖不成功啦 不过呢 直至到现在为止 相信这个数字应该不是最新的 就是大约 卖出了三十三个单位 而且呢 也都是套现了 大概是六十八亿回来 那么你想想 他只是投快地都一百十六亿啦 加上建筑费 怎么都要 就算不用一百亿都要八十亿吧 所以呢 整个楼盘呢 相信呢 都要大概占二百亿啦 那么他现在拿回呢 六七十亿回来的话呢 其实就是拿得三分之一都不够的 那么他还要继续努力去卖出去咯 那 他现在这个波鲁道呢 其实那个豪宅呢 就真的不便宜啊 低低地的话呢 价钱都要由一亿五千万 到最贵的时候呢 去到四亿六千万 一个单位的 那么当然啦 最高的单位四亿六千万呢 听说呢 每尺尺价呢 就是十三万六千元一尺 哈哈 买了这个单位的那个业主呢 到底是谁呢 我都很想知道 他呢 我想现在呢 天天都对着枪在那里哭啊 真的 好了 那这些所谓的超级豪杂盘呢 当然呢 就不会缺乏这些成终的名人去买啦 其中一个落答的人呢 就是这个中国的体操王子 李宁啦 那他老婆呢 都买了一家的 那给了二亿三千万以上呢 买了一个中层的单位 那赤价呢 哇 整七万九千元哦 那你说 咦 现在七万九千元 用不用虚呢 转头告诉大家 不过呢 我想你听一听 就是最贵的单位 听说这个叫天池屋啦 那实用面子有三千三百多平方尺的 那么当时呢 在2021年的2月呢 就是以接近四亿六千万呢 就是卖了出去的 成交价呢 赤价是十三万六千元 哇 我相信是应该破了这个亚洲纪录的啦 甚至全世界纪录都可以的 好了 那么最近呢 就卖了了 又卖多了一个单位出去啦 那么这个单位呢 就是十楼一室 那么连了两个车位 那么呃 成交金额呢 就是两亿一千八百万 那么其实呢 这个赤价呢 都是要成七万四千元的 所以啊 李宁的老婆呢 用七万九千元买入的话呢 其实又不是虧很多 虧就虧的了 那么大概虧五千元一尺了 那么不算是特别多的 不过你看到现在的情况呢 这个波鲁道怎么卖出去呢 因为十几年之后呢 喂 就算你内部装修那些呢 都要拆出来再装修过 才可以卖给人啊 就好像以前的君临天下 那样卖了十几年的话 哇 那些地板啊 厨柜全部都要重新拆过 再重新安装过 那别人才肯要的嘛 那这些都是另一笔洗费来的嘛 所以现在 我相信李宅他呢 头痛的就是这一件事咯 怎样可以快点出手 我经常都说 不如用波鲁道呢 就搭旧猪头骨啦 买一间波鲁道 就送一间呢 王竹坑的单位 那样的话 就快点去货咯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呢 其实我现在呢 看见这个详实的股价呢 就只能够用失望来形容啦 因为他现在呢 只剩下31.8毫半啦 兼且呢 他在这个5月28日呢 就会随静哦 那会再扣多1.62的股息出来 我真是怕扣完这1.62之后呢 加上如果香港的情况不好 外围情况又不行 那中国那边呢 又轮盡 那加加麻麻呢 其实他的股价呢 跌穿30元呢 我相信呢 难度一点都不高的 那现在呢 看着这个股价 我除了只能够苦笑之外呢 我都没有什么可以说了 不过不要紧啦 幸好我现在呢 最主要的那个 投资那个市场呢 就是以美股为主啦 香港这边呢 其实我也是想着收息的而已 只不过见到 每天的身家都缩下缩下的那样的话呢 那当然是有点不舒服的 相信我这个感觉呢 不只是我的 很多人都有同一个感觉的 那现在呢 他的股息的收益率呢 就达到6.4% 那算不算高呢 我又不知道啊 那但是如果那个 美国的利率不减下来的话呢 6.4%我都不觉得特别高啦 是不是 因为现在供楼都要给5.5%了 那所以这间公司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应该看一下 宅巨哥呢 要再搞搞他了 不过宅巨哥呢 也有很多的 头痛东西的 其中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 启德那边 早年呢 他都用1802亿呢 就投到一块地回来啦 那赤隔呢 成一万五千八百多元的哦 那给他发水两成啦 那还要加建筑费呢 那将来又要等了这么多年再卖出去 那加上利息成本下去的话 其实他要开个价钱呢 我相信三万元呢 都勉强的了 但是现在这个环境这个市况 你想三万元卖出去 容易呢 那不是只是他的 在这个启德这条跑道上面的呢 那批这样的投资者呢 我相信个个都已经开始 心里面在滴血了 因为呢 我早前已经说了 这个启德呢 其实就是九龙的和合石来的 就是随时呢 大把神主牌 你可以在那里看到的了 因为呢 个个都可能会死得很惨的 尤其是陈启宗说的嘛 将来我们的香港啊 会和大湾区呢 看齐啊 那就是包括了什么呢 地价咯 那楼价咯 那你说看齐会怎样啊 不过 详实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启德那里呢 虽然有一幅地呢 卖昂贵了 但是他同样地 有一幅地呢 是卖便宜的 就是买日的时候便宜了的 每次呢 仅仅是六千一百元而已 所以加上了之后呢 如果加上随意义啊 平均来计的话呢 那希望呢 就两块地一起卖出去咯 当然两块地不是黏在一起咯 但是问题就是 诶 这边吃一点点 那边又赚多一点点的话 那等下等下等下的话呢 等分云就希望没事啦 那但是这两幅地呢 面积都不小的 如果要搞的话呢 相信要去货呢 也有时间去货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 需求的状况 如果内地人可以多些下来的话呢 那就最好了 所以呢 诚实呢 应该要回去大陆呢 就是推广多些豪宅盘 看看会不会吸引到一些内地的豪客 下来 因为香港呢 那些人都精的嘛 又熟悉的市场 不是那么容易落财的嘛 那内地那边可能会好些呢 那希望他尽快搞得好些啦 如果不是说呢 那阿巨哥呢 我相信他也会有一段时间头痛啊 他头痛不要紧要啊 他头痛呢 搞了我们的小股东才可惨嘛 他一头痛就喜欢减息的啦 减息呢 就可以减轻他头痛的 但是减息呢 就会令到我们的小股东呢 就非常之头痛 那这下呢 才是拿命的地方嘛 那不过 又要讲一下详实呢 这个的财务状况啦 那他手头上 现在的现金呢 大概有424亿啦 那还没计较呢 现在最近卖的楼盘出去 又有多一百亿回来 那加上去就应该有五百多亿的啦 那他呢 那个长债呢 有五百七十六亿啦 短债呢 就有五百一十八亿 那理论上呢 如果他现在银行结余足够的话呢 就还了一些流动的负债 就是短债呢 就没问题的 只是剩下一些长债的而已 所以如果他的楼盘呢 陆陆陆续续都可以卖出去的话呢 理论上他欠下的钱呢 大概可能三百多亿的而已 因为你知道流动债呢 就有一部分是欠政府的 因为有一部分欠供应商的 那这些不需要付利息的嘛 所以呢 利息就不用算到那么尽的 最重要是那个 长期债务那里呢 是真的要付多一些的利息出去的 如果这里减到的话呢 对他来说呢 应该就属于是很稳阵的啦 是相信继华贸之后呢 应该这一家公司也是算稳阵的啦 因为呢 他那个负债比率最低的话呢 应该最容易捱得过 其他公司我就不敢说 所以今天呢 我就会有第二集 告诉大家呢 其他的公司怎么样 希望大家呢 千万不要错过啊 继续光顺 好了 这一集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啦 记住啊 第二集来着了 光顺帮顺啊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